中国选手邢惠娜第一个冲过终点后 埃塞俄比亚选手迪巴巴也陆续冲过了终点 而且他在重现前面带微笑 振臂高呼 一副已经得了冠军的样子 田径史上最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当邢惠娜身批国旗绕场庆祝的同时 迪巴巴也拿出了国旗绕场庆祝 以为自己已经拿到了冠军 究竟发生了什么让他如此自信 2004年雅典奥运会女子一万米长跑决赛 这次比赛代表中国出战的是 来自山东省的邢惠娜和辽宁省的孙英杰 而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却是埃塞俄比亚选手 他们在田径项目上实力强悍 常年垄断世界前三 当镜头扫过邢惠娜时 在他坚毅的眼神中 这绝非是一场简单的战役 比赛开始后 为了能保存体力完成最后的冲刺 邢惠娜和孙英杰不仅不慢地跟在大部队祸 带队领跑的则是埃塞俄比亚选手 众所周知 万米长跑项目赛程长 体力消耗极快 不像短跑那样转瞬即逝 带队领跑的话就非常吃亏 而埃塞俄比亚选手对自己非常自信 一直带队领跑 比赛来到400米 邢惠娜和孙英杰依旧在大部队后 在田径万米长跑项目上 前半程保存体力是最明智的选择 对于本次比赛来说 孙英杰是国人最看好的夺冠人选 因为他在田径长跑项目上 连续为民万米冠军 邢惠娜和他不同的是 仅仅只是在比赛中 跑过几次较好的成绩 因此大家都不太看好这位 来自山东的门家陪跑 比赛来到600米 实力较强的选手们 很快就组成第一梯队 其中也包括孙英杰和邢惠娜 孙英杰开始提前加速 目前处于第三位 而邢惠娜则在第六位 直到赛程过半 第一梯队才明显显示出来 领跑的依旧是埃塞俄比亚选手 随着差距越拉越大 埃塞俄比亚选手越跑越快 众多选手早已被他们爽在身后 而我们的中国选手 依然咬牙坚持保持自己的速度和节奏 尽量地不让自己掉出第一梯队 随着时间的流逝 比赛来到了后半场 赛况一目了然 第一梯队的选手们 已经追到了赛场上的最后一位选手 比赛来到8400米 被大家寄予厚望的孙英杰 逐渐掉出了第一梯队 而埃塞俄比亚选手 开始发力将众多选手跑圈 比赛来到最后的第三局 细心的观众开始发现 在众多黑人选手当中 一个黑头发黄皮肤的黄种人 不但没有掉队 反而跑进了前三 这不禁让全场观众感叹 赛前的无名之辈 此时竟然能与世界前三的选手 南风高低 第一梯队的选手们 又陆续超过最后一位选手一圈 可能正是这位选手 从而让他们感觉这次的比赛 可谓太简单 比赛来到最后两圈 几乎所有选手的体力 都透支到了极星 而我们的中国选手邢惠娜 突然加速 将埃塞俄比亚选手甩在身后 成功来到了第二的位置 比赛来到最后的冲刺环节 最后一百米的决战 秦惠娜 秦惠娜 加油 夺冠的信念 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最初的信念 中国田径的期待 无数重乱 他扛起了中国田径的大气 当秦惠娜身批国旗绕场庆祝时 埃塞俄比亚选手 也同样身批国旗绕场庆祝 因为只有他自己觉得 秦惠娜不可能是第一 只不过是被套圈的选手而已 直到工作人员把他点写 他这才知道 那个小丑竟然说的就是自己 甚至就连常年 滚坐世界前三的埃塞俄比亚选手 都不会想到 自己竟然被不知名的中国选手打开 最后的这一幕让人动容 五个字透露出 夺冠的背后是多么心酸 当所有人都不看好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好你自己 因为只有你们是自己命运的 好了我是斗斗 能看到这里备改 谢谢